点赞投币过2万 我来买一台这个车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今天非凡啊 找我们来试驾这个F7啊 我昨天看到那个价格我都惊呆了 但车我都不讲了 但今天这个公关小姐姐 我再去吃一个 我看的美团必吃吧 我一直很想试的餐厅 觉得非常有幸啊 然后能在谢老师的视频里出镜啊 这各位谢老师的粉丝 大家好 讲话好公关哦 既然让我说几句呢 那我就说几句 说哪几句呢 那我就说这几句 听说你们下午还帮我准备一个 小姐姐一起拍是吧 对 是的 特别美丽的一个小姐姐 跟你一样美吗 人真的超级多 我要等半多小时 没关系 我们那个小姐现在也在路上 哦 可以哦 哦 一起入镜啊 我们一起吃啊 对啊 这样啊 常来杭州吗 第一次啦 那我比较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面前的这些菜哦 杭州我还挺熟啊 因为我弟弟在杭州 做那个综艺师的 老谢来推荐一下自己的弟弟 所以杭州我还挺熟 你知道为什么 狮子头要狮子头吗 为什么 因为狮子头其实是以前 垂涨地下江南的时候 这边的官员帮他做了一道菜 以前叫做 什么葵花斩肉 我会点记得是这样 后来是因为 有一次唐朝的一个大官员 他吃完之后 他觉得这一上来很像 狮子的头 所以他就想把它取名叫狮子头 那他以前叫百花斩肉啦 所以这也是比较特别 那是一个是一个 我帮老板服务 我帮老板服务 第一次我们都会比较客气一点 希望你不要遇到我 第二次 我刚还在跟那个光温小姐姐说 我们帮女孩子拍 这都跟周星馳一样 就是中文把女孩子拍得很丑 就有人给我吵啦 我看你照片没有感觉 我看你本人长得有点咬尘 有人这样说吗 有 有吗 对啊 还蛮像的哦 有没有 像不像咬尘 我觉得有点像哦 本人有点像咬尘 我嘴没那么大吧 这家真的不错哦 真的是可以推荐 点这么多菜 我刚刚看买单来三百多 难怪这么火爆哦 这好真的哦 是跟你不熟 要不然我下一句就要接 跟你的皮肤一样嫩吗 变态 这个味道很好 我觉得它这个酱炒臭豆腐 其实臭豆腐有几种做法 一种是炸的嘛 这是最基本 然后台湾还有一种是 有点像麻辣锅一样 但我觉得它这个味道也挺特别 这种酱炒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这个飞凡F7内行 本来以为安排一个价 安排两个赞 这个 昨天晚上你们三家发复会 你们觉得那个价格你们震惊吗 贼震惊 震惊 我是一下飞机 我一打开手机 大家都在刷 我说 20万最低14万 我说哈 上气疯了吗 我说上气疯了吗 怎么卖这个价格 我看的都傻眼 太卷了太卷了 我实在没开到啦 但我看到堆掉堆石那个样子 卖这个价格应该挺恐怖的 今天来我们来试驾这个飞凡F7啊 两个小姐也觉得这个车颜值怎么样 肯定没得说啊 什么叫没得说 不好看是吧 所以跟奔驰包忙奥迪 哪一台是好看 我回去把奔驰卖了吧 你有奔驰哦 你开奔驰什么车 伊苦杯 伊苦杯 有时候也想过找一个妇婆 但是我觉得它的颜值就是 内饰啊这方面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那我好奇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 好看 像我就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加我 要我买的话我不会加 它比较女生 对比较女性化的颜色 我会喜欢那种比较深色系的 我喜欢它的那个鲜辈尾门 对很高 然后坐在上面我就会觉得很适合 露营啊看星星啊那种 很浪漫 像我这种星星 首先呢 性价比很高对不对 对 跟我的伊苦杯比 第二的话呢 就是它的内饰各方面也是很好看 还有它大中控台 我觉得是很喜欢的 我常跟他讲就是 我们中国目前的自主品牌 你把标拿掉 换个豪华品牌 这个车瞬间都可以多买20万 你这么说又好像你对 有人说它叫缝合怪 这是比较难听 就是什么 外形像蔚来 内饰像分直 什么 方向盘像特色 但是 我总觉得这种东西 它只要动起来 有它自己的特色就好了 可能它借鉴它的 那不就是一直在进步的过程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用太去喷它了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但我是觉得它整个这样子融合起来的 味道还挺好的 我刚刚把他们已经有关进去放下来了 但是那个画面太过于惊恐了 考虑他们的形象 我个人名誉发誓 他绝对可以盖下来 把他们两个关在里面 好不好 如果点赞破10万的话 我就把它放出来 不是 我说到做到 我10万就放出来 不行啊 我希望不要点到10万 不要不要 女人说不要 那就是要 说真的我觉得非凡 今天我刚刚这样一开起来 哇确实它还是往舒适调 之前我看很多去试车的老师 他对标都是奔驰的S 那确实我开起来 他是还是比较有那种 舒适那种感觉去靠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多余的晃动 因为我刚刚压紧盖的时候 确实它过得很舒适 然后不会有那种晃来晃去的感觉 我觉得它舒适性 然后包括它底盘的支撑机 做的是还不错 如果今天我说这台车是什么 性能轿跑车的底盘设定 那我真的是骗你的 因为这台车是没有空气悬挂 它是属于机械式的这个悬挂系统 所以相对来讲 最终它是选择往舒适靠拢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动力跟这个电门的方面 我觉得其实我看了也蛮多老师评测 包括我今天自己开 我个人觉得它是线性是调的真的是 不错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做电车已经做了这么久 无论是加速或者是这种电门的这种线性反应 如果现在连这个都做不好的话 你真的没有资格出来做新能源车 其实这部分我觉得每一家做的都已经差不多 所以上季飞飞 我觉得它这一块已经做的算是 水准以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们今天早上有开这个车吗 有 那你们觉得它这个巴赫坐舱 坐起来怎么样 这个很舒适 你开一台车你时间久了 你会觉得想动来动去挪动一下 因为你腰不舒服嘛 但是这个座椅不会的 啊那个九九有没有比你的奔驰舒服 确实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电车就是我 我不想知道这个 就有没有比你奔驰舒服 你告诉我 那还是选择奔驰 我们说舒服不要说选择 说真的有没有比你的奔驰坐起来舒服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对我们就得到一个中肯的答案嘛 我们也不要骗人嘛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啊 5米长的设定 然后包括这个底盘悬挂 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合家出油的一个轿跑车啊 因为我刚看他们两个小姐姐 一个身高1米7 一个身高1米6 坐在后面 其实腿部空间都还蛮多 因为我今天没有什么机会去 试山路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今天在市区开 它真的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驾驶习性 说难听一点的 它就是一个豪华一点的 买赛车啦 说穿就是这样子 真的 怎么叫买赛车说难听一点 就是你全家都可以试用 所以才叫买赛车嘛 今天这个车也很容易上手嘛 不是像一些大马力的性能车 让你啊 你还要去什么驾驶训练班不用 这个车说难听一点的 就各方面电控系统做的也还可以 然后开起来也很舒适 其实买赛车就是最容易让你上手的一台车啦 所以它才叫买赛车嘛 这个形容当然是比较夸张啦 老实讲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最容易让大家理解的 就这个车是很容易上手的啦 我刚刚忘了喊一下我想出来的口号 非凡F7可以让我比翼双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这个车 咱们没什么好讲 要不然我们来采访一下你们两个 那呢欧妮我问你 那你为什么会买未来的 你为什么不去买奔驰包吗 女孩子很喜欢这种品牌的嘛 因为我一开始接触的就是一个电车 第一台车就是电车 我觉得电车好开 油车我不会开 开不来 请问你第一台接触是什么电车 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说 特斯拉对啊 为什么啊那你有刹车失灵吗 哈哈哈没有是吧 你身为一个未来车主 你来看这台车 你的感受怎么样了 就也稍微 稍微各有更好吗 各有更好在哪里 比如说你觉得它比未来优秀在哪里嘛 没关系嘛 比未来便宜啊 那大家欢迎啾啾 我知道你平常开的是奔驰一鼓背嘛 比如说我们今天也介绍了这么多 比如说这个车 你看这个三连屏啊外观啊 你也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包括动力 它也比你的一鼓背好 那比如说现在重新让你选一次 你会买一鼓背还是买这台车 我还是选奔驰 哈哈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就你明知道这个车 可能性能啊 什么各方面都比你的一鼓背好 那为什么你还是买奔驰呢 比比A嘛 女孩子哪个不喜欢 所以其实这也是凸显我们中国自主品牌 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自主品牌在品牌的营销上面 确实是还没有办法比上这些豪华品牌 因为我觉得品牌这东西是需要积累的 应该很快的 就会让你们感觉到中国的自主品牌 它除了产品力做得不错之外 它慢慢我觉得品牌也会向上 其实奔驰宝马奥迪在我看起来 就有点像当年的诺基亚 真的真的 就诺基亚当年是很强势的嘛 大家都以有一台诺基亚为荣嘛 但是随着我们中国这些手机起来 其实说难听的 现在诺基亚都已经消失了 那当然我不是说奔驰宝马奥迪 会消失 不要封杀我了 BBA不要封杀我 我只是这样讲 因为确实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 在这几年都是属于碾压的状态 尤其是我们中国 甚至在国外 中国的新能源车 在智能化座舱 在新能源的技术 我们都是碾压国外所有的车种 因为女孩子可能对汽车接触的讯息 这种时间差还是有一点点 但慢慢的我觉得 你们应该很快就发现 中国汽车真的站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你讲出很多女孩子心里的实话 我想实际上 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说你会买这个 我会觉得你们被充值了 今天跟你们这样聊 我还是挺开心的 我觉得至少你们愿意来尝试 跟这个车子做接触嘛 今天这样体验下来 产品的确实是不错嘛 这是友谊说意 一鼓辈也讲一下啦 就是如果是选择电车的话 那BBA里面跟这个 我觉得我喜欢非凡 就是如果你再买一台电车 你会选择非凡 但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非凡这个是比较入我心的 哎呦 你肯定被仇值了 其实我今天跟他们这样试驾完 我觉得它那个颜色我不是很喜欢 但我觉得这个铁灰色真的我觉得挺好啊 确实我最近有在考虑要入所谓的电车了 我今天在开完这个非凡 我觉得当然它性能 它底盘性能 我还没有直接去跑商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舒适性挺好 可能因为我爸妈现在开放了嘛 也会过来 偶尔可能要再载他们 我觉得这个车蛮适合在家人的 要不然这样子啊 点赞投币过2万 我来买一台这个车好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市区顶配的 电池租用的只要20万 我真的很心动 真的大家没有给我有点动力 我可能有点下不了手 比我现在有一台车 好不好 点赞投币2万啦 好不好 来买一台这个啦 一句话 好